三槍掉到蓄水池裡面上不來了 他應該游到快虛脫了 行嗎? 行! 有沒有 好好好 要看了 啊 欸!上來了!上來了! 欸你還好嗎? 台生是區域我們這站HID喔 很棒!來了 喔!那個纏好吵 嘿嘿!超讚! 各位!你看到我又發現了誰? 哇!又是一隻大燕鵝 我的天吶!實在是太棒了!好幸運喔 我們剛剛聽到蓄水池裡面有很多青蛙在叫 我們想說去看一下青蛙 結果我們一過去進展 在蓄水池裡面有一隻三槍 喔!你看這水池 這層臂超高 兩公尺高 三槍掉到蓄水池裡面上不來了 我想一下啊 沒有網子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那邊有那個麻繩 那邊有一個梯子啊 對啊!我那邊有麻繩啊 哇!他應該游到快虛脫了 蛤!我希望他不要增長了 喔!那個蟲網 可是蟲網下去一定破 一定破啊! 他一定踹破啊! 好啦!我回去拿麻繩 下一箭棒了 那你踩進去好不好 你踩進去好不好 上去上去 你踩進來 你踩進來 快點 踩進來 可以可以可以 快 不行!會翻 快點! 欸!你踩進來 大哥 我下去了 我下去了 好啦!我下去了 我下去了 我下去了喔! 你小心耶 欸!裡面確定不會有吃人的東西喔! 不會啦! 你看一下多深才是重點 深淺度是還好 行嗎? 行! 就不用 好好好 來來來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你太低了 太低了 好好好 欸!出去了!出去了! 你想辦法 好!快點! 拉! 欸!不要跳!不要跳! 拉! 欸!上來了!上來了! 等一下 等一下又跳下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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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累耶!他很喘! 他很累耶!他精疲力盡了 欸!你還好嗎? OK喔! 其實山上的這些蓄水池啊 如果在沒有階級 讓那些動物可以上來的情況 那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大型的限定 讓那些動物掉進去以後 他們並沒有辦法自己從裡面出來 裡面呢還有非常多盤骨殘櫢 他們也都在裡面是沒有辦法出來的 那當然我們就一起把它打撈上來 喔!很濕很累 你來看一下大英雄 你借我他一命耶 有沒有毛...我先拿個毛巾了 你有毛巾嗎? 把它擦一擦 它很濕啊 蛤? 你不是關心我嗎? 蛤? 好!讓他回復一下 我們先離開一下 看他等一下 什麼反應 稍微毛也把它弄乾了一點 看他會不會好一點喔 我們先離開一下 這裡又來一隻 台灣深山 這隻呢 又比剛剛那些小型的稍微大一點 有沒有看到 這個牙型呢 就已經完全的展露出來了 就可以叫它是 大型個體啊 然後這個比較起來就特別明顯 比起我們昨天抓那個 南部的牙齒 更加的長一點 還蠻明顯的喔 我們今天看到了 這幾隻都可以 感受出來它的差異 那頭筍的部分啊 就還是很小 大型的台灣深山 好大喔 這一隻已經過六五了 好大喔 這一隻已經過六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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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你看 好 再收拾頭 欸 我剛剛撿的 這一隻 哇這隻小朋友 欸這是巨物等級欸 哇 夢幻整特的 哇 好爽喔 等一下等一下 我跟他拍中 他被狗羲海包起來了 有沒有 超大的 我的天啊 哇 太扯了 太扯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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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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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把它取下來 我要取下來 喔 見證夢幻的時刻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台東 找台灣深山喔 然後 你看到我發現了什麼巨物 哇 我很抱歉 你看我發現了什麼巨物 真的沒看過那麼大 又漂亮 哇 它的牙齒比較長 比我們在南部發現的 明顯更直更長一點 這個產地 蠻特別的 冰到我臉上來幹嘛 哇 有一隻重刺 哈哈 他在跟你打招呼啊 哇 哇 興奮到不行欸 太震撼了 發電機有點吵 但是 掩蓋不住我們的興奮啊 對 看一下 哇 我的天 來來來 台深特寫 巨物欸 這個算是台東的 超級巨物 OMG OMG 很晚才來欸 看一下時間 10點11分啊 10點11 10點11 夢想降臨 哇 好久沒有這種興奮感喔 巨物 現在是1點了 竟然又來一隻2點次交情蟲啊 說不定很早來啊 不過他停在旁邊的樹上面 長尾水青蛾 這隻是公的 看他的大濃眉 非常可愛喔 母的呢 就沒有這個粗粗厚厚的濃眉 我們台灣深山的母蟲也來了 黑嚕嚕的 跟公蟲比呢 就是 特色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好 我們今天台東的第一天 點燈的行程大概就到今天結束喔 已經1點33分囉 那因為台深他的時間沒有像是我們點範例 就是 綠色阿高山 他那麼 那麼準時 他們通常大概8點半9點前都會陸陸續續前往 那台深呢 他真的是會到半夜繼續在飛喔 像我們剛剛12點 啊 12點的時候還飛來好幾隻喔 台深好玩是好玩 不過他也是讓人很頭痛 因為他真的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喔 這兩天的運氣都是100分 那我們就準備要來修步了 今天的這個枸杞量啊 真的非常多 你看 哇 那台深呢 一開始數量不多 但是陸陸續續有來報到 很棒喔 已經算是任務圓滿達成喔 圓滿達成 那我們晚上先回去休息 想一下明天我們要來怎麼計畫 我們的點燈每日任務就是 斗布喔 一樣我們把它 我已經被 我已經被枸杞給 成生 一樣要把它抖乾淨喔 這個數量非常多 現在布是重的啊 然後 一樣喔 我們抓穩 這個時候就要 運用我們這個 牛盾 第幾啊 第一吧 不知道啊第三把 這個 動著很動 哈哈哈哈 下去 白下下 另外一邊抖一下 因為 這個沒有那個高低差 下面有點抖不乾淨 我們就 一起把它抖乾淨了 OK 好結束我們今天的行程了 趕快把燈收一下 我們要回去休息了 明天又是 新的一天 掰掰 喜歡這個 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 可以去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再多有趣的內容 好